我為什麼離開台灣 我待不下去 你能相信這些事情的發展嗎 這都在我身邊 無敦都沒死 一生就可以好好做個專訪 你們當初是怎麼害導演的 80歲的劉家昌 輝煌的人生經歷 就是一本台灣事 他曾捲入1984年10月 發生的江南案 秘名江南的美籍華裔作家劉毅良 在白色恐怖時期 撰寫了金國傳 被情報局安排的陳其禮暗殺 讓台美關係陷入緊張 而劉家昌還曾被政府 當成黑道遭到通緝 but 以上這兩件事 都讓他覺得很委屈 當初陳其禮 我問的我說 你弄的土聯邦幹什麼 在我家裡 陳子麗說 他像 派違中華民國 問說說我們有 海陸空三軍有什麼警隊總部 怎麼要你們捍衛他 陳其禮那個時候 是告訴我台北的事情 這是多少年紀 哇 這樣子嘛 但是他們也想 回到正北 我就找了江偉國 我就找了江偉國 美國鄉親他們 到我家裡 我介紹了神器 過了一陣子 安可就安排 他們進了情報局 所以陳其禮進了情報局 江南這個東西 要表現一下 給金國先生看 這個陳其禮 帶了人 去了美國 要幹掉的人 帶了帥與風去 那個帥與風 一到門口 腿就軟了 撒腿跑了 馬臨近逃脫 陳其禮回不來了 就帶美國單身 這個時候呢 這個吳敦呢 要結婚 叫我請吳寶華做主婚人 江偉國做介紹人 正婚人 我就請了這幾個大官 都答應我 結果他結婚前一個禮拜 到他查行 抓出十六把槍來 一抓了槍以後 那個警主就來了 當然這怎麼弄呢 我想 兩天時間 快快上飛機跑 我就叫吳敦小屁 上了飛機去 就到我家了 美國將軍打個電話來 加上 那個鬼仙周結婚 我還要正婚嗎 我那個臉丟的 我那個丟臉丟的 我想 然後去了 去的好 這兩個人 就老老實實在一致的吧 兩個到Montre Park去吃 吃飯 吃飯 碰到陳清 這麼強 陳清明就說 這為國盡忠 這兩個看 我們跟著導演 就是為國盡忠 我就去了 然後把那個壁 一看電視 江南被打死了 美國新聞一出來一口 完蛋了 就無敵小屁闖過了 我一看 這兩個王八蛋 你知道住在哪兒嗎 就在我媽的假日上 去了 他們就去了 哇 太可怕了 然後一看 小屁拿了我的槍 這小屁壞 小屁壞 多壞 我們在家裡 是自衛的槍 他拿了我的槍去 你說這要不要命 他在電話裡 我們就是為國 他為國 我講個馬利比 我講武頓 我們講個話 你能相信嗎 或者你聽我的 我難走 我電話打完以後 第二天警主拿路易帶來了 他講 這當然是你安排的 或者我沒有安排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安排他們逃跑 其他都不知道 那個時候我的人緣好 我們警備總攝影師 政委員 鄭蔡主任 鄭媽媽是我二姐 我姐姐的乾媽 突然找我去 加上 你到香港去 躲躲嗎 或者什麼事情 找黑 把朱鑾幫抓進去 口供疑問 百分之八十人 都是跟劉導演 你跟劉導演 你跟劉導演 那公文這麼疑 為什麼都跟我 我拍他媽 那個梅花 黃虎勳 那個臨時演員 每天的媽 上萬上千人 他站在裡面 我怎麼知道呢 這些人一進去 你跟誰 就跟劉 跟陳情侶就要坐牢 你跟劉導演 他拍電影的嘛 所以口供全部跟劉導演 我在香港兩年 在上華祥 沙發上睡了兩年 所以被他們害的 我就說 阿媽 你們這些人 好 好